自駕等級 自駕等級來看分五級 台灣現在其實是在發展第四級 第四級跟第五級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在受限場域 在台灣這邊已經有在機場裡面 在做試運行 還有在物流業的一些特定路線 也有在做試運行 自駕等級123相關的系統 我們都把它歸為AIDES 那以縱向來看的話 大家比較知道的系統有AEV跟ACC ACC是協助駕駛者 保持適當的車速跟前車 也會有安全的行車距離 那AEV的話 則是在非常緊急的時候 它可以幫忙踩下煞車 來避免碰撞的發生 LK跟LFC的話 都是協助駕駛者會控制方向盤 來維持車輛在車道內行駛 那假如說是這兩個系統都有的話 縱向的控制跟側向的控制都有的系統 那我們就稱為是LV2的這個系統 那以LV3的這個系統來看的話 它會把LV2的系統擴展到全速域 稱為TJA 也就是在高速公路塞車的時候 它可以幫駕駛者接管車輛 不需要駕駛者的介入 可是在某一些特別工況 要是系統無法處理 那還是會需要駕駛者來協助車輛 那AI最常被應用的 會是在感知的部分 特別是在影像 以影像來看它有很多的像素 那這些像素呢 提供了大量豐富的資訊 像是四輪車的種類的辨識 二輪車、行人、路牌 還有交通號制 有了這些豐富的資訊 就可以協助自駕車做比較精準 而且可靠的判斷 那有沒有把AI應用的決策呢 其實是有的 可是它需要有大量的訓練資料 那特別是場景 所以對於駕駛者來講 他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會不會有沒有訓練過的場景 那在面對未知的場景 AI的決策是不是足夠可靠 那這個就是令大家比較擔憂的 其實台灣的發展方向跟世界是一致的 一般來講就是物流跟公共運輸 這兩個應用的特點在於 它們都是固定路線 那以固定路線的話 它就很容易去收集 我所要訓練的場景 因為路線固定 我也就很容易去建置 自駕所需要的高清地圖 那在這些條件的搭配之下 就比較有機會 來讓自駕車 在我們剛剛所提的這兩個場景 成功的運行 詞文章